今天是2022年9月11号 是我们阿拉斯加之行的第四天 早晨从营地醒来 朝阳满天好漂亮 昨夜又是一夜的大风 这次旅行来之前 我们一直在犹豫是不是要开那台皮卡 然后配一个车顶帐 但是在这次旅途的露营当中 遇到了几次大风的夜晚 感觉没开那个皮卡配车顶帐 绝对是一个明智之举 昨天晚上我们入住的是 阿拉斯加德纳里国家公园附近的一个营地 按照计划我们今天将进入德纳里国家公园 然后在德纳里国家公园乘坐他的公园大巴车 在这里游玩一天 今天是9月11号 这个公园9月15号 这个大巴车就要停运了 就进入了冬季这个休息状态 但是有一小段15英里的那个自驾车 可以到达的那个路线呢 是全年开放的 我们进入阿拉斯加的这个时间 确实是有点晚 明显能感觉到阿拉斯加的旅游旺季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们在阿拉斯加的行程也变得比较紧张 正常这个德纳里国家公园应该游玩的最少天数是三天 我们只安排了一天 因为我们要完成整个阿拉斯加的这个环线游 时间现在确实很紧 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阿拉斯加特别有名的这个蚊子泛滥 而且很凶猛的这个季节我们错过了 这一路上我们几乎没见到阿拉斯加蚊子 所以说也没被叮咬 也应该是一个很幸运的事 也看见了阿拉斯加这么漂亮的秋色 右手边的牌子显示我们已经到达了德纳里国家公园 我们首先要去它的Information中心去买那个大巴车的那个票 这个就是Visitor Center在这买票 它有两种大巴车的票 一种是带有导游的 那个是90多美金一个人 还有一种就是普通的这种大巴车的票 是30多美金一个人 我们选择了这种30多块钱的 这个大巴车的司机是一个老者 他非常热情的一直在不停的介绍中 我都怀疑那个90多美金的那个大巴车的导游 还能比他多说些什么 因为这个司机这个介绍这一路上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位司机确实非常敬业 在一去一回大概四个小时的车程里 他一直在不停的介绍当中 我们左手边的这个叫麦金利山 是北美最高山峰 也是这个德纳里国家公园里的最高峰 这个雪山呢 这个平时经常是被云雾给遮盖了 所以能见到它的概率呢 并不是很高 我们今天有幸能见到它70%的尊容 已经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这个德纳里国家公园是阿拉斯加最知名的国家公园之一 有一种说法就是不到德纳里就不算到了阿拉斯加 可见这个国家公园在阿拉斯加的地位 应该属于No.1的一个国家公园 这个国家公园的地貌 主要还是以跟我们在加拿去的北极很相似的 就是台原地貌 这种台原地貌的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在它表层土壤下面几米深的地方 就是永动层常年不化的长达深达几百公里的永久冬层 那上面就会出现这种台原生长的痕迹的这种地貌 也是一样到了秋天的时候 这种台原变换出非常丰富的颜色 所以看起来比夏天那种纯绿色更有韵味 而且色彩更加丰富一些 现在在这个国家公园里游玩 车辆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从信息中心 就是那个visitor center 你可以开着自己的车自驾进入这个国家公园 这个距离你只能开15英里 然后那就有一个路障 你就不可以再走了 15英里以后的道路 也从板游路变成了非铺装路面 只有公园的这个大巴车可以继续前进 正常的它可以开到最远处的87英里处 但是我们来的这个时候 说有一个桥梁附近出现了危险 所以现在我们最远的坐着大巴车 可以走到56英里处 在这个公园里也有很多徒步线路 你可以随时叫停大巴车 然后你下车之后进行徒步 回来的时候 也可以坐返程的大巴车 回到那个信息中心 我们来这个季节和来这个时间 一个是有点凉了 而且今天风很大 然后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 在这个国家公园里头游玩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直坐大巴车 没有任何徒步的安排 如果在这个公园里头 开着自己车自驾的时候 你一定要小心一件事情 在这个公园的这个车行径的路线两侧 时常会有一个志愿者 牵着一条阿拉斯加犬 在遛狗 很多志愿者到了夏季来这儿 就是帮着这个阿拉斯加犬 做这个夏季的运动 就在这个条线路的两侧 穿着那种反光的衣服 然后牵着一个狗 在这个山里头遛狗 在这附近也有一个阿拉斯加犬的一个基地 那有很多有关于这个雪橇犬 这一些活动 然后也是因为时间比较紧 我们这个项目也没有参与 在德纳利国家公园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旅游项目 就是观赏野生动物 所以这次我们大巴车上有很多人也都带着长枪短炮的这个专业相机 想拍一些能遇到的野生动物 经常活跃在德纳利国家公园里的动物呢 有棕熊 狼 红狐狸 还有一种羊 还有慕死和寻鹿 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关于狼 因为在德纳利国家公园里头 经常人们能见到的有三个狼群 就因为这三个狼群的活动范围 国家也就政府也规定了 在德纳利国家公园的两个周边地区 也是禁止狩猎和诱捕狼的 因为这三个狼群里头 其中有两个狼群的活动范围 是超出了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个地界范围 然后人们近十年的观察和统计 整个这三个狼群的总数 大约应该是在60头到100头之间 关于狼群的事 其实这些年我们去过的地方 应该接触到有三个位置 一个是美国黄石公园 那儿有狼群 然后这个德纳利公园 还有前几天我们去的加拿大育空地区 那边也是有很多关于狼群的介绍 狼这种动物 从它出生到自立门户 整个团队狩猎 很多关于狼的故事 都流传在人们的谈话当中 但是这次我们在德纳利国家公园 每人拿着一台大个的单反相机 一出现这个棕雄的时候 这几个大麻忽在了所有的窗户上 然后不停地在创作更好更新的作品 不给其他人留有任何机会 这是没有办法 因为在我们经常遇到这种 坐大巴车的环境里头 很多素质比较好的人的那种做法 是自己拍几张之后 然后甚至于离开自己的座位 让远离这个座位的人 远离窗口的人 到这儿来进行一些拍摄 但是这几个中国大麻的拍摄热情太高了 就不停地在拍 我想他脑海里就想 我下一张一定会拍出 比上一张更精彩的照片 所以像我这个 已经被这边有一点磁化了的这种性情 根本抢不上这个拍摄位置 瞬间就被人就排挤到了遥远的地方 没办法 在回程的路上 一共遇到了两只棕雄 第二次遇到棕雄的时候 我只拍了一张照片 因为这种狼群效应 由于几个中国大麻的这种做派 把其他这个车上的乘客也都给感化了 就是在靠着窗口那一侧的人 都疯狂的在窗口占据他自己有利位置 然后后估计周围其他任何人很忘我的在那进行拍摄 一个有印度人模样的一个女的拍完之后 还给我们这边没有拍到也没有看到的人展示他手机里的这个拍的有多成功有多好 而且拍了很多很多很多 这边的下一个目的地 是安克里斯 就是阿拉斯加的第一大城市 从这儿到安克里斯这段高速公路呢 也被称为公园高速 就是两侧这个风景非常漂亮 所以被意为叫公园里的高速公路 阿拉斯加的这段行程 我们比较深的一个感受 就是在这个地方游玩 比较幸福 原因就是我们前几天在加拿大的那个玉空 往北极玩的那一路上 风景非常漂亮 但是日子比较艰苦 那个营地没有洗澡的地方 然后也没有路上也没有这些配套 你想吃餐馆 或者说买一些东西啊 都非常不方便 什么都没有 但是在阿拉斯加的这条环线高速上的两侧呢 加油站也比较密集 然后几乎每个加油站都有一个比较大的超市作为配套 而且沿途呢 像韩国餐馆啊 还有越南面条啊 在西餐馆就更不用说了 就是这种食品和物品的配套呢 也非常好 所以在阿拉斯加游玩 除了能看见非常漂亮的景色以外呢 你的生活水准呢 又能得到保证 这样的话游玩起来那种幸福感会好很多 非常推荐 阿拉斯加旅游 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夏季 冬季很冷不太清楚 因为冬季也是阿拉斯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项目 很多人都喜欢冬季来玩 但是我们这次秋天来的感觉 如果夏天来这的话 应该是很不错 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值得一来的一个旅游地 阿拉斯加的天气也是 因为它紧邻着太平洋 它受一些海洋那个气流的影响 变化比较大 这一会儿就阴雨绵绵 云雾缭绕了 我是北美北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集见